这个for回圈的语法流程 这边大概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它基本语法是这样 for 然后起始 从哪个值开始 条件 跳开的条件 步进 所谓步进就是说 加多少 一般都i加加 i加加就是加1 那如果你要加2的话 i加等于2 这样就可以 也就是说每一次如果加2的话 就i加等于2 那一般i加加就可以 底下的话要做什么动作 当然里面还可以配合像 continue或者break都可以 那起始值的话呢 我们一般就是从哪边开始 一般是i等于0 从0开始 条件的话呢 比如说 这个判断呢 是否重复执行的依据 如果条件等于true的话呢 则继续回圈 继续回圈 如果呢 为false的话呢 则跳开回圈 比如说 i这地方 假如说它是大于3 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假如 一般当然是 条件如果true的话 那这个条件 当然一般 一般是倒过来 原则上是小于 小于多少 小于多少 它才有办法成立 就会继续跑 也就是条件 必须要成立的时候 才会继续 那布竞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加的值 后面的值 当然你另外还有一种 写法就是 倒过来 你可以思考一下 比如说 i如果要倒过来的话 就减减嘛 对不对 也是可以 就是说 越来越少 那就看你的条件 怎么去判断 这个是i的 这个for的部分 比如说呢 连续印出 1到9的平方 这个地方 你也可以去思考 连续印出 1到9的平方 那怎么去做判断呢 这地方当然就是 我们刚开始 这个地方 也可以用for for里面 比如说 它的起始值是1 然后呢 它的条件的话呢 是小于 等于9 1到9嘛 所以 当然你也可以 另外一种写法 追小于多少 10也可以 因为10 里面没有等于嘛 也就小于10 如果true的话呢 就把它印出平方 平方 然后再来就 这一家家 那直到 达到这个条件 不达到这个条件呢 就跳开 那这地方的话 一直到10 就自动跳开 那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比如说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要连续印出 1到9的平方 我们可以这样写 比如说 for mr起始值 这个int 我们可以宣告 那如果你在上面宣告 也可以的 int一个值 再来的话呢 小于等于 或 小于等于9 那加加 那输出的话呢 就平方 就两个相乘就可以 那并且在后面 加上一个什么呢 跳脱字元 这个就是tab的符号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印出我1到9的部分 那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再来的话呢 有些注意事项 这个像起始值 这个地方有个叫起始值 条件物禁 可视情况省略 可视情况省略 这个部分的话呢 当然后面会再提到 另外就是 for回圈还可以跟 那个所谓的阵列都做搭配 后面还会提到 比如说你要把一个阵列 全部读进来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种写法 另外一种写法 后面会提到 就是怎么样把一个阵列全部读进来 读进来的方式 那在那个tqc的那个题目里面呢 有蛮多地方都会这样搭配 那这地方 括号内用 等等的 这个地方 一些注意事项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 那我们这边呢 先提一个就是说 如果这个范 这个是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呢 就是要把怎么样呢 1加到100 这是最基本的 不管任何语言呢 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我今天呢 我如果说1要加到100的话呢 第一个我必须要宣告一个值 这个只是int i 当然这int i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边宣告 也可以 只是说我们最后呢 如果这个int i呢 它在只有在这个范围里面会使用到的话 那其实在宣告在这里就OK了 那如果你要底下也会用到的话 你就在这个地方宣告 那另外在宣告一个sum 等于0 预设值等于0 那这个地方如果1加到100的话 1加到100 那其实是100 1然后到100 小于等于100 然后加加 然后就把它加起来 最后结果输出就可以 那加一个换行符号 计算总和为这一个 这应该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怎么样 1到99的基数全部加总的话 怎么办 如果今天我只要加总的是基数的 而不是全部的 如果只要加基数 那这个地方你就要做一个判断 我同样是要跑回圈 可是呢我跑到这边的话呢 我要做一个判断 那我要判断什么呢 我这个地方就是判断了 它的什么呢 有几个方式 比如说它的余数 如果等于0的话 它除以2的余数等于0 如果除以2的余数等于0的话 表示说它能够被2整出 那就是偶数 如果是偶数就不要跳进回圈 怎么去做呢 这部分呢你可以去思考看看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基数的总和 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设计一个程式是基数的总和 你可以想一下 前面的部分都一样 加总 然后呢 1到 假设呢 我是到200 不管是多少 不过呢 我这里面有个条件 break break break的话呢 就是说我跳开 直接跳开 那条件的话就是说呢 它能够满足什么呢 如果 i大于99的话呢 这个条件如果成立的话 就不去做什么呢 这个回圈了 就跳开 也就是说呢 它到99 就自动的跳到这边 那1到99 不就可以加总起来 那后面我要 我今天只要加的是什么呢 基数的部分 那你可以有一个方式 我1 其实只是1 一样 但是我累加的话呢 是i 加等于2 也就是说呢 13579 我并不是1234 这个地方 就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是 用break的方式 另外呢 我刚刚提到那个用mode 就是说呢 用那个 余数如果等于0的话 那你可以用 这个地方 那个continue的做法 continue的做法 如果说我今天呢 第二种做法 这边就是 提到就是用continue的方式 所谓continue是什么呢 continue的要不要注意哦 我这个回圈跑 对不对 1到99 这个都一样嘛 那也是一直加 对不对 可是我只要加单数的 那单数怎么做 就是说 如果 这个除以 2 它等于0的话 也就是说 没有余数呢 就continue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不要去执行 它就不会 跳到下面这一行 而会跳到哪里呢 跳到 continue就是说 我就跳过去 继续执行什么呢 for回圈 跳过去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满足 也就是偶数的话呢 它就continue continue意思不是跳开 而是说跳到上面 继续执行程式 那继续执行程式的话呢 它到这边 第二次呢 就不会 跳 不会跳 就会去加种 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那等一下的话呢 有三个sample 要你练习 就是说 第一个 一加到一百 怎么去做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要一加到一百 之间的 奇数 全部加种 那有两种做法 一个是break的方式 break其实就是 加一个条件而已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因为我是一加到 这个 你这个条件 那可以 设一百 也可以 只要跳开就可以 一百两百三百都可以 那臭面的值 就是加二就可以 那break跳开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我用continue怎么去做 continue的话呢 重点就是在这里 如果 这个值 它如果是 它除以二的 这个余数呢 等于零的话 如果除以二的 等于零 那就continue continue的话 跳过加种 不要加种 就是不要加这一行 那这边的话 我想你试试看 就有三个程式 要做练习的 把画面还给各位 wop 谢谢观看